因為有來自日本的朋友 我當然要找日本的影片 請問他們在幹嘛 來可以從頭看一下 他們在幹嘛 畫畫喔 其實這是一個瀏覽器的廣告 只是在告訴大家 他的瀏覽器好快喔 在製作動畫跟卡工的過程當中 我們用到了一種原例 叫做視覺戰流 那這個視覺戰流需要非常大量的圖片 所以在這裡面集了很多人 每個人盡一份心理把這項工作給他完成 那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我希望自己的電腦有那麼快喔 我希望自己的電腦有那麼快喔 好的 來我們來看看我們的材料有哪些 來我們材料呢 有很簡單的彈珠一顆 然後圓形的圓形的圖案 一組一張 所以你可以把它呢 剪下來 請把那個圓形的圖案剪下來 好 你就算有剪刀 剪下來 可是在剪之前 你有沒有看到圖形底下有一組數字 圖形底下的數字就是黑白格文的圖案 你有沒有發現剪外圈很簡單 可是我等一下給各位一個任務 那裡面那個小圓圈也請把它剪出來 要空心 你只有剪刀 你怎麼辦 有知道 有知道 我聽到小朋友說我知道了 請問 不知道 哪個小朋友知道 來 不知道 請說 那個 又說的就好了 又說的 對 然後呢 好 你可以試 裡面那個白白圓圈這樣子點 很好 非常好 對稱 這叫對稱的概念 來 各位夥伴喔 你可以把它指 折一半 然後呢 用剪刀剪個半圓形 中間的圓圈就掉下來了 接下來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幫他化妝一下 各位夥伴桌上應該有一些色筆 這些色筆呢 你可以塗在白色的部分 隨便你怎麼塗 隨便你怎麼設計 塗好的小朋友 這裡 你可以塗膠水 或者在紙上面塗膠水 然後把它黏起來 現在把紙片跟彈珠 光碟 你可以合起來 但是紙片跟光碟合起來 比較容易 對不對 你用那個膠水就可以了 口紅膠也可以 那彈珠呢 你要怎麼辦 好 請看這邊的動作 如果有些家長 小朋友手腳比較快的 請注意看這裡 彈珠 由上往下 用彈珠由上往下 用膠帶 而且是兩段 用十字形 把彈珠給它縫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稍微捏一下 這樣就可以轉了 好 請各位家長或小朋友 可以看一下 我自己錄的這段影片 請注意 手 請你捏住中間的彈珠 然後呢 接下來 給它旋轉 當然旋轉呢 你要選擇摩擦力 比較小的地方 那這樣它才會轉比較久 好 請注意看喔 它的畫面在我們的攝影機拍攝之下 它會呈現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有塗顏色 會更漂亮 來看一下 所以如果你有手機的話 拿出來看 看看你的陀螺轉成什麼樣子 用手機看 你用眼睛看 看不太出來 有些是順直針轉 對不對 有些是逆直針轉 好 除了視覺戰流這個原理之外呢 它其實還用到叫做閃停效應 閃停效應 好 那你在轉的過程當中呢 請你注意一下 一件事情 好 大家聽我這邊一下 一件事情 你特別注意同一圈 看你要注意最內一圈還是最外一圈 一開始 一開始如果它順直針轉 它就有機會逆直針轉 同一圈喔 同一圈 也許現在轉一轉 你是順直針轉 等一下它就會變成逆直針轉 甚至它靜止給你看 可是我覺得這種畫質線跟反線 好 所以呢 有興趣的家長或小朋友 上網去查一下這個閃停效應 閃停效應 或者是在 不好意思 還是推銷一下 在書裡面有寫 可是書裡面寫的是 有牽涉到一點數學 在裡面講數學就不太好意思了 好 那 這個活動我先到此為止 不過呢 請各位小朋友 現在呢 我們電腦畫面先切過來